杨阳不参加综艺竟是另有玄机 除了花哨著名撕逼场景外 这档节目才是罪魁祸首 2014年时杨阳受邀参加了军事题材真人秀 新兵报道的录制 按照当时的计划 杨阳需要跟其他三名队友一起接受毒气洞的惩罚 限时十分钟 谁先出来 谁就面临淘汰的危险 然而没想到的是 四名队员却只发放了三个防毒面罩 而这就需四名队员默契配合 轮流别进 刚进入洞穴 作为队长的张江宁 就主动将面罩让了出去 用毛巾制作了简易的防护装备 可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不过才短短一分钟 毒气就弥漫了整个山洞 队员们也开始疯狂合奏 四分钟后 张宁江显然已经支撑不住 于是杨阳果断地将防毒面罩让了出去 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再没有一人主动将防毒面罩让出 就这样 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杨阳 在毒气中硬撑了七分钟 最后还是教官发现不对 冲进去将杨阳拖了出来 此刻的杨阳面色发青 呼吸不顺 四肢更是没力气 完全是教官在拖着她行走 行吗 其实也想坚持 但是实在是 没办法 就真的是僵持不下去 虽然教官其实处理了她的中毒症状 但杨阳全身还是在不停地抽搐 之后更是给她留下了咳嗽的终身后遗症 可笑的是 三名队友中竟还有一位是杨阳的兄弟 在接受采访时更是声称杨阳是她的整个童年 善良的付出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怎能让人不寒心呢 再加之花哨流落街头的经历 突然就理解了 杨阳不参加综艺的原因了 因为她惧怕的从来不是综艺节目本身 而是那些奇奇怪怪的队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